接下來我們要看兩種浮力的變化 一個是船 輪船 一個是前飛 第一個就是輪船 鐵做的船 古人正常做船的時候一定是拿木頭做的 因為木頭才會浮啊 只有神經會拿鐵做船 因為鐵會沉啊 可是後來為什麼可以拿鐵做船呢 是因為鐵的船它有很多的空的空間 做一個船 做一個空的 像圖上面顯示的碗一樣 碗一樣 所以呢 它實際上碗的體積是紅色的 可是它實際上排開的體積是黃色的 上面那張圖 所以它排開的多 所以浮力比較大 或者我們用一個叫做平均密度比水小 所以呢 它就可以浮在水上面 所以它可以浮在水上面 浮在水上面 這是 所以它 它是浮體 我們講過了 如果你是浮體 浮力就會等於物重 對不對 所以這個碗有多重 浮力就有多大 就是像船一樣 現在浮在水上面 鐵做的船可以浮在水上面 就是因為它的平均密度比水小 中間有很多的空間 所以呢 浮在水上的時候 我們的浮力是跟船重一樣的 我們前面教過的浮體原理 東西丟下去會自己浮起來 浮力就等於物重 但是後來船破了一個洞 水進去了 船沉下去了 船沉下去了 就變成下面這張圖 紅色的就是船的體積 黃色就是船排胎的液體積 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它現在排胎的體積少了 因為那個空間已經被水裝滿了 已經沒有在排胎液體了 所以它的浮力就小了 因為排胎的體積變小了 所以浮力就變小了 所以就沉下去了 沉下去了 或者說因為它的平均密度 因為鐵的密度比水大 所以它就沉下去了 所以這時候這個船如果沉下去的時候 它的浮力是比船重小 這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浮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沉底的浮力呢 小於物重 所以一艘輪船 現在的浮力這麼大 如果它沉船之後 它的浮力是減少 它的浮力是減少 就是沉船的浮力變化 因此 沉沒的時候浮力會變小 沉沒的時候浮力會變小 鐵達尼號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是減少 浮力是減少 這又是說明 所以我們就問了一個問題 沒有蓋蓋子的瓶子 如果現在飄在水上面 跟它裡面灌水 讓它沉下去 誰受的浮力比較大 然後呢 為什麼 誰受的浮力大 為什麼 瓶子飄在水上面 跟裝水之後沉下去 請問你誰的浮力大 為什麼 3號 漂浮的時候 浮力大還沉下去的浮力大 然後為什麼 漂浮的時候 浮力大為什麼 因為它排開的體積比較多 請坐 這樣講也不算錯了 這樣講也不算錯 漂浮的時候浮力大 漂浮的時候浮力等於物重 浮力就等於瓶子重 浮力就等於瓶子重 沉下去的時候浮力小於物重 浮力小於物重 浮力小於瓶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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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排胎體積的關係 浮的時候中間有空的地方 那個也有排胎 所以排胎的液體體積多 所以浮力就比較大 然後水灌進去之後就沒有排胎了 所以排胎的體積少 所以浮力會減少 所以就請問各位 鐵達尼號 沉下去之後 請問你答案是哪一個呢 鐵達尼號 沉默下去之後 沉默下去之後 答案是哪一個呢 這個類似題考過幾遍 這個類似題有考過幾遍 好 我們找一位 帥哥 帥哥 帥哥35 35 35 1 鐵達尼號浮在水上的時候是浮體 浮力會等於傳重 然後沉下去的時候 沉下去的時候浮力就小於傳重 所以沉下去的時候浮力會減少 那麼為什麼會減少呢 是因為它排開的體積會變小 因為浮力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 在一體的密度 同一個海水密度一樣 所以是排開的體積變少 原來有一些空間在幫我排開一體 現在空間都進水了就沒有排開了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C 這是有關於一艘輪船浮著的時候 跟沉下去的時候的浮力變化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